欢迎收听大安纪实 我是吕鹏 胖子瞬间笑了 对啊 我去楼下逃票去 说着就没影了 踏出航站楼 迎着阳光 三个人不断的晃着脖子 胖子呀 一脸的疲倦 洛洛更是睁不开眼了 靠在周海身上 想要打瞌睡 叫了一辆出租车 三个人直奔卢家 把小洛洛放下 简单吃点东西 周海开车 带着胖子直奔中心 路上周海想了想 还是拨通了狐妖精的电话 对面啊 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响起来了 喂 我说周海 你催命啊 现在才七点 周海完全过滤了 他的起床器 自顾自的说 我有个紧急的案子 要去中心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家里就剩下 落落自己了 我有些不放心 你如果不忙的话 下午帮我把他送学校吧 狐妖精反应了一下 听着似乎是 从床上下来的声音 哦 行吧 我今天呢 不去酒吧 我找了一个经理 管得不错 哎 等等 下午让我去接人 现在给我打电话 你是不是傻呀 我怕一会儿事多忘了 我们做夜行 从哈尔滨刚刚回到东南 谁让你是落落的资深闺蜜呢 多担待吧 啊 另外房门的钥匙 就在大门外的地点下面 靠着花盆的位置 对面的狐妖精 顿时恼了 插着腰火气蹭蹭的往上窜 哎 他一个小女孩自己在家睡觉 你把钥匙放在地点下面 万一有坏人进去怎么办呢 我真想掐死你 挂了 我马上过去 说着 电话挂了 胖子 刺着牙笑了 嘿嘿 胡妖精啊 着了你的道了 这明显是骗他过去 如果他想明白 会臭你的 周海没说话 不过开车的动作流畅了 车速也提了上来 不到八点 俩人驶入中心的院落 胖子学聪明了 站在院子里 将停车场看了一圈 没有见到楚孟寒 那辆辨识度极高的卡燕 微微的松了一口气 小跑到周海身侧 哎 没来 俩人呢 拎着行李箱 快步朝中心走去 他们身上 还穿着那套滑雪的登山服 你看啊 穿着这么厚重的衣服 在哈尔滨 觉得非常正常 可穿着这身 站在东南的街头 人家会觉得你有病 所以他们俩呢 现在想快速去更衣室 把身上这身衣服换了 快步钻进一号解剖室 外面的更衣室 换上轻薄些的外套 周海擦了一下额头 别说都见汗了 胖子手脚麻利 把行李箱拎着 送回车上 毕竟和洛洛在一起几天 他已经完全习惯自己的身份角色 混饭混吃 就得有个混的样子 勤快点 没毛病 等胖子再跑回来 已经有些喘了 俩人上了二楼 周海掏钥匙 打开办公室的门 不过一下就扭开了 周海一愣 这是没锁门呢 想到这 赶紧推门进去 沙发上呢 躺着一个人 翘着二郎腿 双脚放在扶手上 脸上蒙着一件警服棉衣 似乎睡着了 胖子看到 想伸手过去叫 不过被周海拽住了手臂 胖子见周海的动作 显然已经知道这人是谁了 胖子没再坚持 回身去关门 然后去烧水 周海呢 则走到办公桌前 不过胖子刚走 沙发上那位 把棉袄拽下来 眯着眼睛 看向房间里 反应了一会儿 腾冷一下坐起来 你们回来了 胖子被这声音吓了一跳 手里的电水壶啊 差点掉了 见到沙发上的人坐起来 胖子张大了嘴巴 我说出门人 咱不带这么吓人的啊 紧急召见的是你 现在问我们咋回来的 还是你 闹哪样吗 这事 楚梦涵 完全忽略了胖子的惊呼 看着坐在办公椅上的周海 跳下沙发 把警服穿上 走到办公桌前 拽了一把椅子坐下 怎么 不好奇那个案子怎么样了 周海摇了摇头 到了能公布的时候 看新闻就行了 楚梦涵瞬间泄气了 把帽子丢到办公桌上 和你聊天啊 真累 缺少成就感 胖子已经凑过来了 周海说法医啊 跳在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这些事只要不耽误工作 都没啥兴趣 您跟我说说呗 现在不想说了 胖子一愣 脸上那笑容啊 就凝结在嘴唇上了 呃 楚梦涵 这样就不对了啊 好赖不济 咱们曾经一起背过锅 算是一个战壕的兄弟 有什么不能分享的呀 再者你一个电话 我们从京城转机 折腾了一宿才赶回来 就一句不想说 别的都不解释 合适吗 楚梦涵看了他一眼 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纸丢给周海 说正事 元旦第一天假期啊 永安市出了一个案子 找不到死者的死因 打电话求救中心 这边呢 派疯子他们过去看了 现在也是一团雾水 人还在永安调查呢 这段话 引起了周海的兴趣 疯子现在的能力 还是不错的 让他挠头的案子不多 一号的时候 他们就过去了 现在已经三天 没找到原由 看来不是一般的案子 能说的具体点吗 一号早晨呢 永安市人民医院 收治了一位病人 是一个女大学生 在送到急诊抢救的时候 两三分钟内 吐血而亡 场面非常恐怖 疯子他们现场勘察 计算之后得出 吐血量超过两千毫升 这个量已经超出了 一般疾病的可能 经过化验 那血里面掺杂了鸡血 死者身上都是抓痕 双目赤红 表情惊恐 是医院参与抢救的 当事人员介绍 他在死前不断的呼喊着 因此有序 黄泉无忌 恶灵猖獗 以身封印 然后呢 就自己拍打 自己的胸口腹部 开始疯狂的喷血 手上不断比划着什么 当时七八个男护士和医生 想要按住他 可是都被他提走 或者打伤 最后就瞪着双眼 没有了呼吸了 胖子瞪着俩小眼 看着楚孟寒 他已经被这个描述惊呆了 大家都是受党的教育长大 网络小说里面都说了 解放之后禁止成精 这都什么事啊 这是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疯子他们尸检之后 结果是什么呢 奇怪就奇怪到这了 死者身上看着似乎很恐怖 都是划伤和抓痕 不过没有致命伤 化验也没找到致患剂 或者其他有毒物质的成分 现在就是一个无解 不过整个人民医院都人心惶惶 传言这是一个灵异案件 我去 灵异案件 胖子惊呼了一声 赶紧放下手里的杯子 似乎觉得自己有些大呼小叫了 拽了一把椅子也坐下来 朝着楚孟寒凑了凑 一脸八卦的问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我也是昨天晚上回来之后 得到的消息 疯子呀 没敢跟你汇报 给我打的电话 至于案子是不是超科学的 这个得需要你们去看一下 周海知道 如果是一般的案件 楚孟寒不会如此着急 急着叫自己回来 一个是之前的黑锅事件 算是了结了 再者这个案子 他不方便太过于插手 想到之前的那个萧局长 还有自己去大闹永安公安局的事 周海微微一皱眉 他呀 有些担忧的 看向楚孟寒 那个萧局长 啊 去年调去徐州工作了 上次你不是见过孙局吗 他现在是一手抓 永安的治安呢 还是不错的 所以他们对这个案子很重视 毕竟在医院急诊 看到的群众很多 整个永安 传得有鼻子有眼 说什么鬼差诅咒之类的 他的意思呢 是尽快查清原委 至于具体的调查情况 我想你到了参加专案会议 就会知道了 周海点点头 看向胖子 水别烧了 叫着老王 咱们走 看茶香和工具都带着 胖子点点头 刚要转身出去 一脸纠结的 看向他们俩 哎 用不用拐一趟战山寺 求个平安福啥的 毕竟咱们最近 老是走背字啊 楚梦涵看向他 胖子立马缩了缩脖子 戒备的看向楚梦涵 楚梦涵 别当真啊 你是有免死金牌的 我们不过是小人物 想要多一重保护 当我没说 咱们是无神论者 说着就推门出去了 楚梦涵敲了敲桌子 那个案子不能多说 相关人员呢 都转移到天津 进行调查审判 你们抓到的 那个罗万江 不过是个小人物 后面的背景太大了 这不是咱们能操心的 不过网络上 所有的脏东西 都清除干净了 这个你放心 周海敏了敏嘴唇 既然楚梦涵都觉得事儿大 一定是牵扯了重要人物 只要能清除这些影响 似乎别的东西啊 真的与自己无关 自己呢 也没那份闲心去管 行了 没别的安排 我们走了 嗯 辛苦了 楚梦涵起身 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警服 戴上帽子 丢下三个字 转身走了 毫无拖泥带水 周海抓起外套 这才想到 对了 楚梦涵是怎么 进入自己办公室的呀 想了一遍 没想明白 周海也没再废脑子 锁门准备下楼 正好碰上准备上楼的旁主任 小老头 一把抓住周海的手臂 一脸的兴奋 那种找到救星的感觉啊 让周海浑身一抖 下意识觉得 没什么好事 周副主任 你回来了 听楚剧说呀 你们去永安出现场 要不 你们把剩下这几个 培训班出来的实习生带着 周海这才发现 在旁主任身后跟着三个人 一张张稚气的脸上 带着崇拜的光芒 看着面容 似乎真的有些熟悉 别的学院呢 给其他组分出去了 这不是罗法医走得快 所以呀 他们组的人呢 就没带着 要不 你给烧着 周海嘴角抖了抖 这是甩包袱的节奏啊 随即在三个人脸上 浏览了一圈 最前面站着的 这个绿眼眸的家伙 身材不高 微卷的压麻色头发 似乎脑海中有些印象 他应该是蜜膏新分配的 法医邹家龙 当时很多人 笑话他的眼睛来着 不过周海啊 当时给他解围 并且上了一堂 生动的实践课 从邹家龙的发色 肤色和眼眸的颜色来判断 他应该有混血的基因 并且是欧罗巴人种的 独有特征 邹家龙当时就站起来了 他找出自家的合影照片 说他爷爷是俄罗斯人 跑到中国来的 至此啊 整个学习班的人 对周海更加佩服 你叫邹家龙 那小子俩眼都要放光了 用力点着头 抓紧自己的背包 我叫邹家龙 庞主任知道 这是同意的意思 赶紧推了一下 剩下的两个呆瓜 赶紧的自我介绍 名字外号都成 周海没想到 这个庞主任 现在这么时髦 知道自己的喜好 基本上不叫人大号 怎么省事怎么叫 看来啊 这是得把整个中心的人 都给起了外号 他不拦着 反倒怂恿起来 一个矮胖的小子 嘴唇上呢 有稀薄的胡须 白净的皮肤 看着很干净 赶紧举手说 我叫白李 倒过来就是李白 所以他们大多数时候呢 叫我李白 我来自永安市 李白我还肚腐呢 你要脸不 要是女生啊 瞬间就该想到鞋子的百丽了 另一个又黑又瘦 一脸斗印的小子 微微的有些驼背 紧张的推了推眼镜 周法医好 我叫李振学 墨城派送过来学习的警员 现在被安排学习很简 他们 他们叫我骆驼 周海点点头 目光落在邹家龙的身上 邹家龙是个聪明的 瞬间就明白了 这是问自己的外号 不过自己 似乎真没外号啊 现场取一个的话 龙龙 有些太暧昧了 家家 这更不行了 瞬间脑补了一个场景 勘察现场超级血腥的时候 周海抬头严肃的嚷了一嗓子 龙龙 你找人抬尸体 邹家龙浑身一抖 画面充值了 皱着眉 站在那看向周海 要不 咱路上起一个 这个我还是问问徐狠俭 他似乎更有经验 看着他纠结的样子 旁主任都快笑抽了 看来我给罗法医挑选的不错 你们几个呢能活跃一下气氛 行了 不耽误周副主任的行程了 你们多学多看多实践 有一个炸毛的不听吆喝的 给我哪来 哪凉快去 是 周海没说啥 朝着楼下走去 旁主任轰着三个人赶紧跟上 他现在啊 非常清楚周海啥脾气 不会什么客套寒暄 不过凡事有难啃的骨头 第一个丢给他就成了 打了鸡血似的 就冲上去了 这样的人 用他拍马屁干什么呀 自己去舔还来不及呢 如果换个人试试 吓尿了也弄不明白 捏着手里的一份统计 旁主任脸上的褶子都舒缓多了 整个人看着也非常精神 要知道 整个2016年度 零击押案件 并且清查了各式 十多起沉积案件 这是中心创办以来 没有过的成绩 想到这儿 旁主任 甩着额头前的几柳头发 唱着小曲 哼哼唧唧的上楼了 心里盘算着 如何给这些人春节前 搞点福利呢 看来啊 可以去局里哭诉炫耀一番了 原本一个小时的路程 遇上了高速车祸 他们开着警灯啊 也还是被堵在那 到永安的时候呢 已经是九点钟了 一路上 三个人一开始很拘禁 在研究邹家龙绰号的时候 胖子不断调节着气氛 虽然不至于开怀大笑吧 不过最初的那种紧张啊 尴尬呀 荡然无存 胖子捏捏邹家龙的脸 揉揉他有些稀少微卷的压麻色头发 最后一拍腿 我想到一个 就叫三毛吧 这个够可爱 邹家龙顿了顿 他知道胖子没什么特别的意思 不过如果在东北 寓意就大不相同了 他们家呢 是从哈尔滨搬过来的 当地人呢 叫俄罗斯人 为老毛子 二分之一血统 叫二毛子 四分之一的血统 叫三毛子 一直没说话的周海 微微抬起头 他对于俄罗斯混血 了解一些 也知道胖子没什么特别的意思 就觉得邹家龙的头发 有点少 像电视剧里的三毛 不过这个称呼并不好 想到这 周海开口说 想不出来啊 就别想了 咱们呢 就是要一个比较好记的代号 又不是让人说相声的 暂且就叫小龙吧 胖子扎巴扎巴嘴 笑着一把搂住邹家龙的肩膀 孩子说了 那就叫你小龙 这个也蛮亲切的 今后有徒弟呢 也会叫你龙哥 不过别长肥了啊 像我这个体型可就坏了 人家该叫你肥龙了 行了 到地方下车 你们各自拎着看茶香 跟着我们就行了 少说话 多听多看 知道吗 仨人赶紧点头 胖子一拍腿 关起门啊 咱们之间怎么说都成啊 对了错了 伸了浅了 没毛病 一会儿如果参加专案会议 你们在外围呢 跟着多听听 记一下要点 这个很容易提升能力的 不过要把嘴给我闭言落 你们无论是跟着实习也好 实践也罢 代表的就是中心 想跟着周副主任跟我学东西 啊 就得有个学习的样子 还是那句老话 学做事 先做人 如果你们有任何疑问 或者不解 甚至觉得 与讲课中学到的知识不一样 不要紧 记好了 晚上咱们会统一回答问题 只要不耽误调查就行了 听明白了吗 邹家龙 白礼 还有李振学 都纷纷点头 听明白了 胖子这才露出笑脸 行了 这都职责所在 我希望你们呢 能把个人感情和工作分开 要不然呢 今后工作中 心理承受能力 会受到影响 毕竟咱们接触的负面情绪太多了 跟我走吧 胖子带着他们下了车 仨人拎着看茶香 整整齐齐站在外面 老王呀 看着他们笑了起来 胖子呀 管理人还真是有自己的一套 如果不知道 还以为他在部队 干过正式工作呢 周海看了一眼窗外 胖子非常聪明 知道该干什么 也知道 我最不擅长什么 这样的搭档呢 让你很舒服 甚至离不开 看出来了 周海手中的手机 已经拨通了 疯子的电话 头儿 你回来了 疯子带着高八度的兴奋声音 即便没用免提 老王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周海把电话拿开一些 揉了揉 震得嗡嗡响的耳朵 我在永安市局的后院门口 你们在哪儿呢 随后就听到 电话中 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疯子 应该已经出来了 周海啊 这才拿着电话下车 果然 从东侧的配楼里边啊 冲出来一道身影 见到老王的车 快步跑过来 一下子 跟胖子抱住 俩人呢 互相拍打后背 啥时候回来的 嘿嘿 我听说呀 你要被气挂了 准备回来看看 看你愁死没 嘿嘿 疯子被胖子说的 一下子笑了起来 朝着他肩膀就是一拳 你就浪吧你 得便宜卖块 跟着头出去 蹭吃蹭喝 我们这儿都快蒙飞了 胖子抖着腿 歪着头 伸出右手大拇指指的车子 哥们可是跟孩子 带孩子坐夜行飞回来的 倒了两次航班 才过来救驾的 没瞧见都带着新兵呢 疯子 抿了抿嘴唇 脸上显得有些惭愧 见到刚下车的周海 赶紧过去打招呼 头儿 给你丢人了 行了 别在这儿杵着了 赶紧找个地方 把事情经过说一下 疯子看看他们 赶紧引着几个人 朝楼内走去 周海进入大楼的时候 还回头朝着主楼看了一眼 胖子发现周海的动作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呀 伸手揽住周海的肩膀 声音压得很低 怎么着呀 孩子 你还回味上回收拾 那肖局长的事呢 是啊 一年的时间 再次来这里 已经物是人非了 行了 我们上去吧 走到二楼才发现 这个永安市公安局的 法医室非常大 二楼的一半被占据了 另一半是横检化验 其他技术部门的办公室 用力的吸吸鼻子 还能闻到装修的油漆味 胖子不断的到处看看 用肩膀撞撞周海 我说孩子 是不是下面的公安局 得请你客呀 这些地方 都把自己法医室建立起来了 这个真不错 周海看向那个白礼 似乎他就是永安送出去的 抬起手腕朝他招了招手 白礼 你是永安送去学习的 白礼点点头 目光中带着一丝担忧 不过还是老老实实的说 对啊 我毕业分到这了 当时呢 就听说有这个学习的机会 我就磨着洋法医给我报名的 我 我知道您之前来过永安 当时都传风了 不过 可惜那时候我还没来呢 没瞧见这个热闹 胖子一巴掌拍他后脑勺上了 什么热闹啊 我们那时候啊 为死者伸张正义 就不能说得高大上一些 臭小子 之前来永安的时候 你咋不说你是这里的呢 说了 不过你们都研究我的绰号去了 哪有人关心这些呀 胖子似乎还要说啥 疯子一把拽住他 我说胖子 有完没完了 我们去三楼吧 他们在小会议室 开专案会议呢 我带你们听听 这个案子的情况 就能有更深入的了解了 周海没反对 跟着疯子上了三楼 看来刑警队的人员 为了进一步了解 死者的尸检情况 所以将专案会议开在这儿 疯子也是开着会 窜出来的 走到会议室外 疯子呢 先进去了一会儿 又走了出来 朝大家挥了挥手 头儿 我跟鲁队说了 进来吧 周海跟着走了进去 会议室里的人员 已经全部起立 一个三十多岁 鼻指口方的男人 盯着周海 周海感知到目光望了过去 那个人呢 似乎认识自己 这个感知 让周海搜刮了一遍记忆 别说 还真没想起来 不过那个人 已经迎着周海走过来 伸出大手 一把抓住周海 另一只手 已经热情的 拍着胖子的肩膀 周法爷 徐狠俭 你们来了 真是太好了 周海直夜的笑了笑 见胖子 也一头雾水 周海更糊涂了 我们 认识 疯子怕尴尬 赶紧介绍说 这就是我说的 鲁光文鲁队 这个案子呢 就是鲁队负责 他们支队长 受伤住院了 那个鲁队 看出来周海 没想起来自己是谁 一点也没生气 反倒解释 周法爷 上回你们来永安呢 要那个篮球队死者的遗体 我正好在局里开会 当时听说这事 赶紧上楼看热闹 你们跟萧局长的对话呢 我们听的是清清楚楚 我这越解释越糊涂吧 这么说吧 我是曾队的徒弟 是他一手提拔出来的 还是王雪超的兄弟 这回知道了吧 周海明白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不过一提到 上次来永安的事 周海还是有些感到尴尬 那真的是大闹警局啊 当时也不知道 怎么就那么冲动 周法爷 你们快坐下说吧 鲁队说着 就拽过来两把椅子 周海和胖子坐在旁边 那些小的 还有些眼力见 直接坐到角落中 胖子看了一眼 朝他们点了点头 目光回落的时候 房间里一个穿白大褂的人 朝着胖子笑着点头 不用说 这是标准同行了 周海掏出一个本子 看向鲁队 既然大家都不是外人 你们就继续介绍案情 我也听一下 然后呢 去看看死者尸体 鲁队朝身侧踢了一脚 磊子 赶紧再说一遍情况 那个被点到名字的磊子 站起身 不高的身材 很是魁梧 黑油油的脸上 不苟言笑 那 2017年1月1号 早晨8点22分 永安市人民医院急诊 收治了一名女大学生 据急救中心的人员介绍 死者是在学校发病的 上车之后呢 就不断挣扎 身上的抓痕 都是他自己抓伤的 口中一直念叨着什么 具体听不懂说的是什么 感觉像是外语似的 送到人民医院的急诊抢救 从进入医院大门开始吐血 等到了急诊室 一直狂喷鲜血 场面非常恐怖 罗法医他们 估算吐血量超过2000毫升 这个量已经超出了 一般疾病的可能 经过化验 那血中掺杂了鸡血 死者身上都是抓痕 双目赤红 表情惊恐 据医院参与抢救的 当事人员介绍 他在死前 不断呼喊着一句话 因死有序 皇权无忌 恶灵猖獗 以身封印 然后呢 就自己拍打自己的 胸口和腹部 开始疯狂的喷血 手上不断比划着什么 当时七八个男医生和护士 想按住他 可是都被他踢走 或者打伤了 最后就瞪着双眼 没有了呼吸 事后经过调查 死者叫白木香 是永安海洋大学 分校的大三学生 今年21岁 他们家呢 一共有三个女儿 住在永安郊区的 薛家台子村 他父亲是当地 有名的黄大仙 据说家里 好几代人都是干这个的 经常给人看病算命 破灾祸啥的 我们去过他们家 白木香的父亲白太成 就坐在主屋的炕上没下来 掐手指算算 说是命啊 叹了口气 转过身 面朝墙壁 不再说话了 我们问什么都不回答 让死者的母亲 出来送客 开始呢 我们觉得是因为死了女儿 心里边难受 不过仔细观察了一下 似乎不是 白木香他母亲出来 把我们直接推出了院子 这才低声说 他想将孩子领回来下葬 说什么 这是黄仙娶妻如何如何 反正我是听得云里雾里的 大体意思就是 不是他大女儿死了 是直接被大仙 接走 去田房作妾了 目前我们还在调查 死者的社会关系 虽然家人这么说 毕竟在医院造成恐慌了 老百姓 哪见过死前把自己身上 抓的都是这样的痕迹啊 说着 把一摞照片 放到周海面前 周海赶紧接过来 胖子那儿呢 也有一份 疯子递过去的 俩人翻看了一遍 瞬间倒吸了一口寒气 死者脖子和前胸 抓的都是一些连贯性的 调索状痕迹 疾身 皮肉都翻开了 不过仔细看看 这些抓痕 既像汉字 又有些不同 繁杂叠加在一起 又像是图画 稍微的 就调转了一下方向 周海瞬间眯起眼睛 更像是道士写的那种符咒 只是更加的晦涩难懂 无法从字面和里面 掺杂的字迹上进行分析 这是符咒 周海的疑惑 让鲁对眼睛一亮 周法医也这么认为啊 我呢 让人拿着照片 去牢山了 找道家协会的副会长 给解答一下 毕竟这些东西咱们也不懂 那个协会的副会长说 这应该是镇魂符和锁魂符 就是将一个魂魄 直接绞杀的符咒 非常霸道的一种 他也是查询残存的古迹发现的 周海翻看了一遍 将手中的相片放下 鲁对既然你是增大的徒弟 我就有什么就说什么了 白木香的社会关系 抓紧调查吧 毕竟是学生 应该很容易的 他是否在宿舍居住 如果在外面 是和谁一起同居 另外他们家的人 也不要放弃调查 至于白木香的父亲 一定是觉得泄露天机 所以遭到报应和天前 如果吃这碗饭 就要承受这份痛苦 我现在呢 跟罗云峰去看一下死者 至于事件结果 确认之后 我再联络你们 说着 周海站起身 胖子还有所有忠心的人 和那三小只啊 全都跟着走了 出了会议室 小梁张文奇 这才凑过来 一个个的赶紧跟周海 跟胖子打招呼 算上之前去蜜高的时间呢 他们已经一周多没见面了 小梁比较兴奋 拽着周海说了两句 直接先下楼 去准备尸体了 这几个呢 跟着他们 也朝楼下走去 胖子拽着疯子问 哎 这化验室 有人化验吗 你这些结果准不准呢 这关系到勘察的结果呀 疯子点点头 这个呀 我也想到了 刚才会议室 那穿白大褂的 就是化验员 这里的养法医呢 受伤住院了 我所有的采样 都是这里做了一份样本 还有一份 派人送回咱中心了 不过 曾大姐那边呢 似乎有事摊搁了 去送检的人 现在也还没回来 周海微微一皱眉 这样的工作效率 不像曾大姐的行为呀 难道这里面 还有什么隐情吗 想到这儿 周海赶紧拨通了 曾大姐的电话 铃声响了十声 这才被接通 电话那边呢 一个浓重的鼻音应答 喂 周副主任 咋看我死没死啊 还是想要给我分配工作呀 曾大姐声音不对呀 听起来好像感冒了 不过仔细分辨 是那种有气无力的感觉 瞬间周海抓紧手机 大姐 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在医院吗 电话那端的曾大姐 扑磁一下 乐了起来 乐了一下 又传来抽气的声音 我说你小子耳朵 是雷达吗 真是的 别逗我笑 我是在医院呢 不过明天就出院了 就做个小手术 说吧 这事要让我干啥呀 周海摇了摇头 大姐你好好休息 工作的事啊 不要担心 我回东南之后去看你 她没再多说其他的 直接挂断电话 旁边的胖子和疯子 都是一脸懵 这是怎么回事啊 之前怎么没人说 曾大姐生病住院了呀 曾大姐严重吗 要是一般的情况呀 曾大姐早就说了 刚刚说话笑起来的时候 都牵扯的疼痛 多半是胸部和腹部手术之后 这个年纪不是乳腺 就是肌瘤的问题 行了 别担心了 我让庞主任去检验科 看看咋回事 胖子嘴角抽了抽 孩子注意态度啊 别拿庞主任当小功用 人家给你面子 你至少客气一下啊 周海看他一眼 直接把手机丢给胖子 那你去沟通吧 这个工作更适合你来做 我只要下午看到化验报告 啊 我打电话啊 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愿意 胖子还是掏出手机出去了 疯子已经招呼着小梁他们 将尸体取出来 所有人换好装备 这时候胖子回来了 赶紧走到周海身边 孩子 事情有些复杂 周海戴着口罩的动作一顿 赶紧转身看向胖子 眼中全是担忧 胖子赶紧挥了挥手 别这个表情 不是曾大姐问题 他就普通的多发性子宫肌瘤 一直拖着没处理 毕竟这个年纪了 还是谨慎一些 所以利用咱们休假的时间呢 赶紧去做手术了 好好休息一些日子就行了 我说的复杂呢 是这个死者的化验结果 重金属拱超标 而且是长时间的低量累积 所以化验的各项指标 都有些不好 不过呢 并没有达到致死量 其他的结果都很正常 接收曾大姐工作的小隋啊 怕有疏忽 又做了一遍 所以时间就耽搁了 派去送检的人呢 已经打发回来 报告稍后就用邮件发过来 说着 胖子的手机响了两声 打开一看 果然是检验报告 周海仔细浏览了一遍 果然各项数值都不在常规水平 不过这个也达不到致死标准 也无法引起这样的吐血 至于鸡血 这个确实是个疑问 如果能达到这样的非凝结状态 应该是在死者死亡前几分钟内喝下的 或者加入了抗凝剂 这样的行为代表什么呢 胖子 你上网查查 喝鸡血是不是有什么说法呢 胖子赶紧去搜索 别说 还真找到一些 还真有 公鸡血和狗血 是作为洋物 去破坏灵体的阴气的 鬼是滋阴而生的 所谓的洋物里 公鸡血和狗血啊 能大泄鬼的阴气 一般的鬼物呢 碰到黑狗血啊 公鸡血啊 都会大减威力 如果是想辟邪的话 可以直接在眉心 用黑狗血点一颗痣 这么做呢 对于长期处于鬼压床的朋友 非常有帮助 情况严重的 可以用毛笔战血 在自己的床檐下边 划上一圈 有屁血的作用 不过喝的 真的没有提及 这个是不是 要问问鲁队 他不是找了一个 劳山什么道士问过吗 疯子一巴掌 拍在胖子肩膀上 人家是道教协会的副会长 怎么又是道士了 尊重一点 嗨 这 这就封建迷信啊 死者父亲 就是一个黄大仙 他多少也会受到影响吧 周海啊 看了看他没说话 胖子的话 虽然有些直白 不过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毕竟他们家 算是当地有名的黄大仙 周海甩甩头 开始查看尸表 死者从下河道腹部 已经被仔细缝合过 脸上 胸前 蒙着一块纱布 周海将纱布扯下 身后的三小只 瞬间只发出了一声惊呼 不过呀 随后一个个的 都无紧嘴巴 胖子抬手 指着他们三个 一脸的警告 周海盯着死者的脸上 和胸前 仔细观察起来 死者白木香的头 微微厚仰 双眼瞪大 此时角膜 已经完全混浊 变成灰白色 脸颊和胸口 都遍布抓痕 这些抓痕 在之前的照片上见过 不过 真实见到尸体上的 这些痕迹 还是让人心中一颤 每道抓痕都非常深 从脸颊到颈部 复杂繁琐的纹路 哪怕让人简单的 去写下来都难以记忆 而他竟然是用自己的指甲 一点点的刻画出来 这份疼痛 不亚于酷刑啊 喝鸡血 雕刻 符咒 最后吐血而亡 这些 到底有什么联系 难道真和他们调查的那样 这不过是个灵异案件 一个黄大仙 将责难降临到他身上吗 周海不信 这世上哪来的鬼神之说呀 所谓这些通灵的巫医 不过是古老中医 注油术之类的存在 在很多医生宣判死刑的时候 那些无处医治的患者 凭着最后一点生的希望 来到这里 不用说吃什么 那份求生欲转化的信念 就是一种支撑 一种怨力 周海重新集中精力 仔细观察这些痕迹 从分布上看 这应该是两个符咒 怪不得那个老道 说这是镇魂符和锁魂符 看着内容非常相似 只是在符咒中央 有一个字不同 那么他想要镇魂锁魂的对象是谁 不会是自己吧 或者是钻进自己身体的什么东西吗 想到这个 周海打了一个冷战 难道是像那些电视剧中描述的 以身体为顶炉 用鸡血这个洋物压制这个东西的阴气 最后用两道符咒绞杀吗 周海摇摇头 让自己不再顺着符咒的方向思索 如果这样分析 又被带入黄大仙的解释之中 周海朝疯子勾了勾手指 将风盒拆开 随后开始检查尸体四肢和躯干 这时候发现死者的脚掌上全都是污垢 看着似乎在地上光脚奔跑过 如此寒冷的天气 在校园之中光着脚奔跑 已经非常怪异了 张文奇问一下 学校监控调查了吗 如果调查了 将所有含有死者的监控视频 全都拷贝过来 一会儿我们分析看看 疯子已经把所有缝线拆除了 似乎是他没有多大把握 所以内脏并没有取出 只是在各处取样了 周海看看腹腔里 抬眼看了一眼疯子 疯子一脸尴尬 头儿 别讯我 我真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 所以 你明白吧 周海没说话 看了一眼 凑到自己身边的 那三个小同志 你们站在疯子那边 双手背后 然后只带着眼睛和脑子就行 懂了吗 胖子举着相机 看了看 一脸蒙圈的三小只 哎呀 笨死了 就是闭嘴的意思 可以呼吸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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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